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是Chill 水 今天的題目 更敏感 很敏感 為什麼會有這個題目呢 不是因為大家留言說 是有個觀眾 inbox我們的 page 問我們的意見 我們都解答了他 但我們想拍片說 這段影片 我們說錯了什麼 都會被女生說 話說 事情是這樣的 男朋友應否給女朋友 晚上自己去玩呢 就是這樣的題目 話說事情是這樣的 事主的女朋友 想和朋友去喝酒 男朋友擔心她說不讓她去 女朋友 發脾氣說 跟朋友聚一下 又不行 最後吵架收場 男朋友又不開心又擔心 那女朋友自己去玩 反而回來就吵架 好像快要散 那件事就是這樣 我們怎樣解決這件事 不要說這件事 先說一說 立場先 說一說任何發生的事情 首先 男事主要清楚理解一下 女事主去什麼場地玩 對 在Anson角度來說 酒吧都算安全 都算安全的 Club是給一些獵人和被獵者去的 還有就是可能 男朋友會擔心女朋友 不太能喝 對 這些種種的問題 又或者擔心會有些男朋友 那我逐一逐一解決一下所有事 是 第一 去哪裡玩 其實Anson覺得 底線最高就是bar 對 最低就 沒有啦 最低就不用理 酒店呢 酒店已經是高過bar 高過bar 對 除非有朋友生日 在房間開派對 沒有理由 這麼多人 都沒有 對 首先要看一看 那個地方 bar就OK的 Club就一定不行 因為Club是 你下去就不要開玩笑 你下去不是玩 你在做什麼 你不要跟我陪朋友 對 第二件事 有些什麼對象 首先 如果跟男生單獨 或者全部都男性 這個就真的沒有了 對 但是如果你說 有男有女的 又或者只有女生 那就沒問題 因為其實都叫朋友聚一下 你沒有女同朋友聚 我都要阻止 剛剛才 有些男生就通常說 那我去買 那你只是掃人興而已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沒問題 如果真的擔心的話 我就說 我晚上送你回家 或者拿你女朋友 其他有人的電話 那也不需要 這個不需要 因為其實最重要 要說我信任 信任 你純粹問了女朋友去哪裡 你說幾點 接你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如果你有別人的聯絡 搞得好像很不信任他 哦 他經常都傻了 那他要出軌 那他就遲早出軌 沒辦法了 你就當早點認清楚 他是一個人 那我覺得 很少說 什麼被人老強 那些事情 在香港 在香港很難會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老實說 你看了老強的新聞 多久才有一獲 那 我Anson都說 酒醉三分成 對 那我Anson都試過 喝過很多酒 都試過 沒有 不會說 你不會說 我控制不了自己 沒有這個 這個是藉口 對 那他要出去玩 代表他還沒玩夠 你就當認清楚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喜歡擴闊他的視野 哈哈 你幹嘛要笑他 我覺得你形容得很對 他想擴闊他的視野 那你也沒辦法了 所以如果他這樣處理的話 代表你對他的信任是白做的 是 所以其實這一方面 都不用擔心 就是向好的方面想 那就當早點認清一個人 不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是 那地方說完了 對 人物都說完了 是 那說一說做什麼 那最基本的都是說喝酒 喝酒 喝酒的話 就真的要看看自己女朋友的酒量好不好 這個定段 如果不好 如果不好 就建議不要喝一些高濃度酒精的東西 對 有些人很喜歡喝一些一索索 或者喝一些 像唱K 喝一下威士忌 福特加 那些 那些 那些就 就這樣喝 那些 其實我不是怕出事 怕吐 怕你會倒下 對 就是這樣 但是倒下的時候 很多男生就有無手無腳 一定會 那些 對 這個可能女朋友都沒有心 但是怕會有些事發生 但是其實 真正 真正這樣說 要真的看女朋友的酒量先 還有她會不會控制自己 擔心WhatsApp問一句 還行不行 那女朋友說不行 那時候真的要你飛直出去不夠 對 那 那 如果喝三啤不需要擔心 喝啤酒很少會出事 對 但是 如果你擔心她問一下 但是我覺得 這個位置正正在考驗你信不信你女朋友 對 但是你也可以說我信你但我擔心你 也在考驗你女朋友 對 在考驗兩件事 其實 這個問題我也跟觀眾說了 其實觀眾也說 純粹是一班中學同學的進會 還要不是去 酒店 去一間租的派對 茶餐廳 茶餐廳 喝罐裝啤酒 那就算了 那就真是很小事 對 但是 都要簡單一句 如果她要來就始終都要來 對 她要外遇就始終都要來 怎樣鎖都沒有用 除非你鎖到一間房間裡 對 你也不想女朋友將來臨老 一個朋友都沒有 沒錯 很辛苦 沒錯 但是你有你的圈子 她也有她的圈子 無謂強行去破壞別人的圈子 你可以出去喝酒 其實她也可以 對 大家有回大家的生活玩 是一件很合理很混合的 很正常 這個世界不是男是女 對嗎 沒有別的 所以我覺得 有男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對 其實我自己也遇過很多好男生 不是很多男生 不是很多男生 但是仆街比較多 對 仆街比較多 不是每個都是 但是 記住 小心一點 有時候 可能自己帶著女朋友出去玩 也會小心一點 對 甚至乎 就算你身為一個女生 其實你也要好好保護自己 因為 你不想你 將來的老公 這麼多兄弟 你真是 還有你知道 如果你真的喜歡 愛一個人的時候 真的好好保護自己 像是六十歲都拔不走 真的 你傷害一個人 你是怎麼想都不能 你跟人說 我個人強行跟你在一起 其實他都很辛苦 沒錯 這件事永遠在腦子裡 他說不介意 怎麼會有人不介意 說真的 對 你送綠帽給人 然後綠帽的人 會不介意 對 不會的 等同樣像Hot Toys 對 你只是弄髒的東西 我說不介意 其實我不自己介意 就是 一隻完美無瑕的作品 對 竟然被人煙污了 對 就是這麼簡單 各位觀眾 所以保護自己 但是你也要順任你的partner 所以其實 我總括一點說回 這件事的答案 應不應該給女朋友自己一個出去玩 應該 視乎環境 或者視乎環境 有些地方真的不應該去 尤其是我覺得 有些女生說 晚上跟朋友探靈 這個 不是說 怕她出事 這個 探靈? 對 以前中學很流行 就是長洲 或者去什麼 晚上去探靈 當然你說 好多朋友 沒什麼 但是你說 你幾個女生去出事 明白 明白 對 這些位置 你要看女朋友做什麼 但是 我想大家都在focus 喝酒 那如果 換一個場景 那個女生說 要跟男生出去吃飯 就是普普通通吃飯 普普通通吃飯 這個也是考念你信任 可以做 曾經有個女生 跟我說 有個男生約他出去吃飯 對 但是她說了這件事 給我 對 但她在我面前拒絕了 對 她跟她說 如果 如果 你想 跟那個男生說 如果你想跟普通朋友吃飯 我要先問我男朋友 對 如果 你想追求我的話 就不要 對不住我 很愛我男朋友 對 就是這樣 這件事 就是看到大家信任大家 對 這件事就是 正正那個女生 給到安全感的男生 對 而男生收到這份安全感 就覺得好過 這件事 這件事 這件事就是我 應該遇過 這麼多女朋友 裡面最好的一句 我沒有 我沒有試過 之前我都試過 跟我以前的女朋友 那我以前的女朋友 就說 要跟 她大學的 某男性朋友 吃飯 那是單獨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 喂 張心比己 如果你聽到 我 和一個 你不認識的女性 出去吃飯 單獨的 你會不會有些懷疑 會不會有些 蛤 帶你去嗎 然後對 她去 就是 我會覺得 嗯 張心比己 你聽到 你不會覺得舒服 你肯定會吃醋 這件事 甚至乎 你不知道 那個男性 是有些什麼企圖的 你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你還跟她去吃飯 然後 最離譜的 不知道是 她說什麼 那個男生是gay 喂 你不要現在才說 那個男生是gay 我覺得首先是要 其實這一部分 裡面的女生 也有責任 就是要有責任 給一個安全感男生 這個位置其實也很重要 不要單獨到 只會覺得男生 很麻煩 因為她就是覺得 我跟了你說 你就應該要相信我 嗯 但不是 你給多一個 好 令到一個安全感 你說 我會跟他吃飯 但朋友 我已經說清楚 我的東西 那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 你已經跟男生 表明了 這次是一個普通吃飯 那我覺得 都ok 就算你不夠膽說 覺得自己沒有那麼高 call 的時候 你就肯定說 吃飯 我跟男朋友 即是特意 我跟男朋友 說了我們去吃飯 對 你要暗示讓人知道 你有男朋友 你先讓男朋友 舒服一點 對 這些位置 女生自己也有責任 一些 你可能說 我介意我保守 但我覺得 是要做的 我覺得這些事情 要做 那今天的 那今天的主題 就來到這裡 那我們 下次再和大家聊其他事情 好像這次 沒有選一些主題 沒有選 如果 各位 想說一些主題 在下面留言 如果我們沒有選擇的話 就在這裡說 因為我們不會再拿回以前的影片 去看留言 那 記住 你說的話 我們一定會聽的 但是 評論 就另一回事 好 我們下次再聊 記得留言 拜拜 好